《臺灣走向世界》 讓臺灣走向世界 是我們一直都在共同努力的事情 我們的新南向政策 將臺商的資本引向更多的國家 讓所有在海外打拚的夥伴 有更多選擇的機會 我是落地生根 我不是深深的耕耘 我是生出一條生一筋出來 扎根不一樣 投資的時候越南政府會講說 Welcome to Vietnam for long term investment I say sorry sir I come here is not for long term investment I come here is for life term investment 因為我竟然扎根 就像我在馬來西亞 我現在一萬五千間客戶 我有兩百多個業務代表 我自己做自己送貨自己收錢 戴帳也是我做 也是我自己吞下去 我已經建立這個系統了 我沒有理由離開 我是深耕當地市場 這種臺商也是有不是說沒有 但是就是我剛才講的 臺商一定要決戰境外的思考 來國外攝影的根據地 向其他的國家拓展 身為知名大藥廠永信製藥的第二代 1987年27歲的李方信 選擇資深飛到海外打天下 並持生根市場的精神 李方信靠自己的雙手 一步一腳印 在馬來西亞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那時候我來的目的本來是要跟我 那時候在馬來西亞有個很小間的代理商 來談生意的 可是後來那個代理商在檳城 他們家裡鬧加辯兄弟要分家 他就不代理我們的藥了 他們家庭鬧得不愉快 所以那時候我就自告奮勇 我說那我來當我們台灣永信的代理 所以永信東來亞控股這件工作是 它的一開始它只是一間貿易商而已 一直到1990年 我們在班達巴魯班吉 馬來西亞一塊很小的地 開始蓋當年號稱馬來西亞最小的藥廠 營業額是零的藥廠 從那邊開始做 所以我是先做貿易大概做了三四年 然後也慢慢去蓋廠 那藥廠沒有想像中的快 那個廠大概蓋了三年 申請藥證再等了兩三年 所以嚴格講大概做貿易商 大概做了五六年六七年的貿易商 才真正的有第一個 在馬來西亞做出來的產品 我們的家族算是個大家族 我上面還有四個哥哥兩個姊姊 從小我就比較活潑 所以我覺得跑出來那個對我來講 在台灣都是哥哥姊姊 光我管那麼多 我開個跑出來試試看 理論上來講我跟很多台商不一樣 我是做通路的 有人問我說 李芳欣你在東南亞 把你們永信帶到國外去 你在那邊設立一個藥廠 我說我從來沒有以說我是藥廠自居 我一直期許我自己 我是一個通路商 我是一個批發商 我是一間有CGMP藥廠 有PICS standard的藥廠的通路商 當你的定義不一樣的時候 你的視野就不一樣 你的廣度就廣了 我的市場都是我開的在東南亞 每一間都是從零開始做的 我沒有承接到任何的事業體 當然我的父親 我幾位哥哥跟姐姐 對我的幫助相當的大 不要忘了我是在製邀世家裡面長大的 耳熏木染 有問題打電話給我哥哥大哥 喂 大哥啊 阿如啊 什麼事情幫忙一下 你幫我想想啊 有事情我爸爸還在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爸 爸 這怎麼辦啊 所以我可參考 可諮詢的對象 相對的比很多創業 真正白收起家創業的人 來得多來得廣 我腦袋總有一個想法 有人口就有市場 有市場就有生意 那為什麼別人做得到 我會做不到 一開始 員工只有五個人 那我在倉庫也睡了兩年 辦公室也睡了三年 我真的是睡在那裡 然後就跟員工住在一起 然後自己跑市場 雖然不會講英文 因為我不是受英文教育的 我也沒有在海外留過學 所以就慢慢講 慢慢做 一步一腳印的就把它走出來了 敲門叩叩叩 有人在家嗎 這是我的名片 你好 這是我們公司的產品 你好 請參考 一間一間走出來 他個人的奮鬥 實際上他並沒有說 因為他家裡的背景 他從家裡拿了很多錢 到馬上去投資 他也是一雙手 刻苦耐勞去打拼起來 該蹲下來 該辛苦的 他也是咬著牙齒 他這樣衝過去 他來的時候沒有自己買車 他是租車 以前馬來西亞沒有市場的 他都是這樣子 他也是上山下海的 到甘鳳去很鄉下的地方 哇 他跑的地方 比我們還要深入鄉下 一種藥品就要一種註冊 不是像我們的商品 我們去Pattern Right以後 就全部都可以做 他們不是 一種藥就要一個申請 所以真的是不簡單 你放心他的根就炸了一聲 我在這邊就是要做當地的市場 我對當地的資源的運用 人脈種種 你都要懂得非常多 我們永信的品質都是不是有問題 在台灣 甚至我們到一速一轉 來馬來西亞生產 我們的品質這方面 我們照顧得非常的嚴謹 只有品質才可以讓你走長遠的路 你要是沒有品質 你只走短暫的投機的路而已 因為藥品這種東西 其實是很多 一是repeat order 它重複訂單是進來的 不管你人用藥或是動物藥 你買了這一批貨之後 你總有用完 你有信心你才會再買第二批 所以我們這個市場 不可能說很快的這樣 砰這樣跳起來的 一定是平穩的成長 因為它就是repeat order repeat order 跟著我們品項的多 一直增加我們的品項 它給我買的選擇就更多 我們在這邊做的要 跟你們本地人在做的要 都一樣的要 我並沒有創新做出什麼出來 所以這種情況下 就是完全是marketing的一個競爭 那marketing競爭最大的後盾是什麼 就是品質 你沒有品質你走不遠的 現在它的生意是大家搶的時候 你在南美說有沒有代理 沒有代理 我幫你代理啊 我在非洲啊 你沒有代理我幫你賣的藥 為什麼 他的為人嘛 跟他的產品讓人家 買他的產品 就是放心啦 不用擔心說做的品質有什麼問題 他不會的 他非常的堅持人 但是他知道說他的用藥 在醫院上很難被 可能還是被接受 所以他就是跑那些 Clinic Clinic就是 好像我們台灣的診所啦 然後就是用這種 很好的服務 一家一家去拜訪 從很小的金額開始做起 一直到目前為止 幾乎我們到這些Clinic去的話 你都會發現說醫生開的藥裡面 如果開四種藥的話 可能有兩顆會是有性的 他會徵詢我們的一些所謂的 在專業領域方面的這些訊息 慢慢的會有那種所謂的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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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施 跟變成有更多的機會去掌握一些 新的產品的開發啦 在營業單位的那種協助 永信工廠 辦公室遍及東南亞各地 積極拓展事業的理方性 經常得在東南亞各地往返奔波 連帶也犧牲了陪伴家人的時間 但也因為有家人的貼心諒解 和權力支持 讓他可以無後顧之憂 全力在事業上衝刺 很遺憾的我把這個事業擺第一 但是家庭也不是沒有 我把家庭擺第二 我老婆對我很好 她也很可以諒解 雖然我飛來飛去的 可是禮拜六 禮拜天 有偶爾都會帶我出去走一走啦 理方性的經商歷程 可說是與台灣商會一同成長 她早期就積極參與 馬來西亞台商總會的各項運作 數十年來 理方性一路從基層做起 跟著前輩學習 和台商夥伴們相互砥砺前進 最後更躍升國際舞台 容認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的總會長 康夏仲則的理方性 更霸氣提出國際化台灣 台商國際化的口號 強調要讓台灣與世界接軌 讓台灣在世界發聲發光 她一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了 我們這邊從洪榮明總會長 創會總會長 一直到中井副第二任的總會長 我也是他的秘書長 所以我很年輕就跟在旁邊做小跟班 那當然經過的時間 我從秘書長副總會長總會長 馬來西亞的 後來看到亞洲的總會長 也做到四種世界台商會的總會長 我雖然在台商會裡面年紀不算最大的 可是我的資歷是只有跟我一樣深的資歷 沒有人的資歷比我更深的 商業團體嘛 怎麼可以不講生意呢 但是你要講生意前大家要聯誼 所以權益商機聯誼 倒過來做要做聯誼大家認識了 然後來共創商機 然後才有人來如何確保我們台商的權益 讓台灣島內的台商國際化 我覺得是台灣商會 世界台灣商會或亞洲台灣商會 一個重大的使命 經常有人就會問他說 那南向的政策應該是要怎麼樣走 甚至說政府當時問他說 南向政策要怎麼走的時候 他會談起地方 南向就太快了 因為每一個國家 菲律賓 馬來西亞 印尼 緬甸 越南 方式都不會一樣的 它是一個相當能夠接地氣的 所以他提的方案都是 沒有那種所謂的打高空 去幫這些台商朋友的資源去做整合 我們在商機這個部分能夠更有發展 商品國際化要促進交流 這些是確實的 到我現在也是在沿用 像我們跟馬來西亞商會必須是要走出去 跟外面的商會多連結 而且要真正的融入當地的社會 這一點是李方信跟他事業的經營開始是有關係的 擔任總會長期間熱心公益的李方信 積極統籌台商資源 援助弱勢族群 當時遇到兵級台灣學校校務經營困難 從簽校到換校民 他將兵級台校重新整頓 幫助台商子女在海外也能與台灣的教育連結 李方信也因此貨班拿督頭銜 當年啦 音樂達拉很多台商在那邊 很多技術人的小孩在那邊有台校可以讀 所以 檳城的政府覺得我是兵級台校創校董事長 所以他們側奉我拿督 那拿督事實上在做生意上當然 照來看是沒什麼幫助 但是也不是這樣講 你在馬來西亞這個社會裡面 你有很多馬來西亞的同事 他覺得他老闆是拿督 他也覺得很有面子 這也是事實 我承接了他關掉的那一間 那也不簡單 你要跟馬來西亞教育部跟台灣教育部 現有老師學生家長都要溝通的 我當年搞得我很辛苦的 跟他們很密切的配合 才有辦法完成這個簽校跟換校民 這些動作整個把它串連起來 那是我幹了四年的台校董事長 卸任的時候他們送我的一個匾額 當年的創校我只是其中的一員而已 有很多台商的參與跟幫忙 那爸爸媽媽都來這裡 小孩子不可能放台灣嘛 所以他們也希望來這邊讀完書之後 可以回去跟台灣的教育可以連結 是因為有這個需求 而且需求很強 所以才來創立的 目前這個學校辦得不錯啦 這麼多年來 大家承接承接 我個人覺得是不錯的 當時候理方其實是很不容易的 把它做上來 如果他那個時候不是總會長 我跟你講啊 那個學校直接的鬥啊 沒有人去聚業 要跟音樂達的誰彈 還跟音樂達的學長 還要跟家長彈 跟學校的校長去彈 哇 比我們以前辦吉隆坡台北學校 他更辛苦 我們吉隆坡台北那時候 我們還有一個十五個人團隊嘛 啊可以跟他那裡啊 他要是一個一個拉出來幫忙啊 但一個學校真的不簡單啊 甚至本做企業還難啊 要很費心 而且可能會 你又要面臨人家跟你有不同的生意的事 對於馬來西亞 不管是馬來西亞也好 或者是我們台灣這邊也好 如果有什麼震災 他也都是一部分實話 就是馬來西亞的事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李方信謙虛的說 自己能夠做就盡量做 也期盼藉由自身的號召力 將台商的團結精神具體展現 投身公益 回饋於社會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那你在哪裡成長 就應該幫助那個地方 像我們這邊賺的錢 我們能夠做就盡量做 昨天前來送了一大批物資過去了 不管是口罩啦 因為我們有在賣口罩 我們那間健康食品廠 我們有做一些羊奶粉啦 豆奶啦 什麼的啦 那他們需要一些物質嘛 他們需要維他命C啊 你看那些老人啦 或是他們受傷啦 膝蓋痛 這都是我們有的嘛 他成功以後 他就很積極的想 輔導台灣的年輕人 他能夠放下他的生意 全力去想辦法去幫助人家 這能夠回饋台灣的這個精神 也讓我們覺得很感動 生意人要講信用 生意人也是要講道義的 生意人絕對不是唯利是圖啦 全力人絕對不是唯利是圖 尤其是在COVID-19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很短視的生意人 但是你也會看到很多很有正義感的生意